I want to take you to a place not very far from my leader 福布斯发布的中国最杰出商界女性排行榜上,前中国首富宗庆后之女宗富丽排在第13位,影响力可见一般,在胡润百富榜上,宗庆后家族以1000亿的身家排在第12位。 如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面临着接班的问题,相对于娃哈哈传承者,宗富丽是名副其实的创二代,比起富二代她更喜欢创业者的身份,不愿活在父辈的关怀之下,宗富丽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,洪盛饮料集团的掌门人,宗富丽生于1982年,是宗庆后唯一的女儿,对她非常疼爱,高中毕业后便去美国留学,多年独自求学海外的经历。 让宗富丽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。宗庆后开始创业的时候宗富丽只有5岁,以至于父亲给宗富丽留下的印象是,爸爸总有忙不完的事情,从美国读完大学毕业后,便回到父亲身边参加工作。 没多久她开始在娃哈哈工作,后来又接手了红盛饮料,在父亲的教导下,宗富丽对业务上手非常快。 平时不上微博的宗庆后还在上面夸赞了女儿,因为业务众多,宗庆后怕女儿不能胜任工作,给她派了不少自己的得力干架,可能因为在美国读书的影响。 宗富丽性格里面没有多少人情世故,她所管理的公司管理者都必须用数据和结果来说话,因为这个原因她开除了不少娃哈哈的老将,员工反映到宗庆后那里,她又把这些老将招了回来。 也正是宗富丽对事不对人的个性,在管理员工时也经常要求员工独立思考,凡事都要靠自己,给下面的人充分发挥的平台与空间,让员工快速成长,可以独当一面。 早在在6年前,宗富丽就靠自己带领红盛饮,实现年营业收入108,74亿元,纳税14,2亿元,如今的红盛饮料,承担着娃哈哈集团近大部分的代工生产,同时不择娃哈哈其他领域业务,还经营着宗富丽新手打造的品牌。 两年前推出了个性化定制的古书之产品Kellivan,这是首次以她自己的英文名命名的品牌,对于事业的追求她显然有自己的想法,在经营理念上,她与父亲截然不同,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明了妇女之间的分歧,她们每天都在等着老板,宗庆后,的指示,然后突然间等不到会说,我今天干嘛呢? 我不知道,公司有制度,只不过这些制度相当于形同虚设,大家习惯老板的命令宗富丽说道,2018年,这商杂志发布了最新的,2018这商全国500强,榜单,娃哈哈2017年全年营收达到464,5亿元,对于5年前782,8亿元的营收的辉煌,宗庆后在10,12,13年成为中国首富, 这几年已下降不少,如今已36岁的宗富丽还是单身,也让父亲宗庆后非常着急,曾亲自为女儿公开表示,对女儿的未来老公没有任何苛刻的要求,但一心把心事放在事业上的宗富丽却没有心自去谈恋爱,对于宗富丽个人而言,外界总给她套上富二代,宗庆后的女儿,娃哈哈接班人等标签, 其实宗富丽在谈到接班问题时,说道,我不想要继承一家公司,但是我可以拥有它,如果我做得成功的话,我希望能够去并购娃哈哈,这也让外界认识到她独立的态度